虽然江淮气旋这个名词我是经常听得到 但是土台风真是第一次听说 好在这个土台风咱们也算是精密了一回 昨天晚上很多人被风吹得失眠 而今天早上上海的雷电黄色预警已经解除 大风蓝色预警依旧高挂 在室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但是这个风险是降低了很多 不过有这样的一个海风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遭遇 很多人在路上看到了不同的景致 这个土台风能把一些碗口粗的树给刮倒 甚至于昨天晚上有人拍照片的时候 拍到闪电击中东方明珠塔 这种景色真的我都想去拍 可惜昨天晚上只是在家里面陪着小朋友 小朋友说害怕了 打雷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挺吓人的 哈喽喽 当然今天来讲 更多人发现的是满地的树叶 像秋天一般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让人总是觉得坠坠不安 尤其是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刮这样的一个土台风 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面没底的感觉 不过好在呢 今天这个江淮气旋的这个已经进入大海 这个较强回波已经过去 降水有所减弱 大部分地区降水占些 不过风还是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啊 那随着江淮气旋冬于入海 北方冷空气却将趁势南下 所以明天正清明节 上海逐渐余止 转多云道阴 全天气温跌至12到16度 我这个温度还是能接受的 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断崖式下跌啊 不过这个穿衣服上面呢 还是奉劝 最近露胳膊露腿的人呢 稍微多穿一点 我们下期见